高蘭白粉末裝在塑膠袋中 攤開桌上被驗出含防腐劑粉甲酸 邊境攔截1380公斤 全數銷毀 在社區過量的情況之下 會有異常的狀況 看到這東西都會蠻震驚的 畢竟這些網紅帶人他們都在使用了 那我們平平老百姓使用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說是阿伯 阿伯 當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反應跟大家是一樣的 不得不說記者真的是很會下標題 健身網紅愛用蛋白粉 MyProtein用到禁用防腐劑 本甲酸 1300公斤 退運 銷毀 那先不管真相是什麼 光是看到這麼聳動的標題 就真的足以讓消費者對這個品牌的信心度大減 那尤其我自己又是MyProtein的大使 平常也是大量的在使用MyProtein的補充品 所以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抖了一下 作為MyProtein的大使 在事件發生後 我馬上跟MyProtein的官方聯繫 了解情況 同時也做了很多研究 今天想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整個MyProtein的乳清事件 以及後續的結果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4月25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佈 MyProtein巧克力乳清蛋白 驗出每公斤0.1克的防腐劑 本甲酸 本甲酸是什麼呢 我等等會告訴大家 新聞提到食藥署北區科長說明 本甲酸依國內規定不得使用於乳清蛋白 這個規定是來自於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劑規格標準 裡面有詳細說明添加物的範圍 沒有列出的品項就不能添加本甲酸 像是大家熟知的果汁可樂、味噌湯 或是果醬、餅乾、奶油、肉乾等等的食品 都可以添加本甲酸 其中乳清蛋白粉就沒被列出來 所以才會有這次的事件發生 乳清蛋白粉是近幾年才出現 就是比較紅的產品 所以它在台灣的法律上分類 還不是那麼的明確 MyProtein再進一步的和食藥署 說明這個乳清蛋白粉產品的使用方式 食藥署也進一步的回覆 乳清蛋白粉糖僅僅做加水沖泡方式 食用之飲品產品得適用飲料之規定 白話文就是目前食藥署認定 乳清蛋白粉為加水沖泡飲用 所以它也就被認定為飲料 而飲料在法規上 每公斤可使用0.6克以下的粉甲酸 這次驗出MyProtein每公斤0.1克的粉甲酸 遠遠低於規範標準 如此就沒有粉甲酸超標的問題 但這次的事件也算是讓乳清蛋白粉的歸類 有了更明確的依據 所以本甲酸到底是什麼 本甲酸到底有多可怕 為了讓大家更認識更了解它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 NutraFit專業的營養師團隊 來為大家做介紹 讓我們歡迎NutraFit營養師 靖君 嗨大家好我是靖君營養師 想問一下營養師 本甲酸到底是什麼東西 聽起來蠻可怕的 聽起來就是一個很像化合物 很像一個壞人嘛 但是其實他講白話一點他就是 防腐劑有很多種 他只是其中一種 像我們吃香腸 常常以前小時候被嚇說有 亞硝酸納 所以是防腐劑 這個很常聽說 亞硝酸納怎麼吃了什麼 對人體很有害 對不能配養樂多數 而且亞硝酸聽起來很可怕 其實這些防腐劑呢 對於我們人體在食品上 用一定的量的話 可以抑制細菌生長 反而可以保護我們 因為這些食物要放很久 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吃到天然的食物 所以這些食品添加劑 只要符合規範 是不會有問題的 他就是拿來做出來抑制那個生菌量 對 不要讓他長那麼多 謝君吃了反而對人體有 對 小時候長輩都說什麼 泡麵吃多你會變木乃 對 那想問一下 靖君 本甲酸 他用在我們日常的飲食啊 食品這些的食物裡面 多嗎 其實蠻多的 像是肉類 或者是一些果醬製品 如果他要把他的保存期限可以放久一點 不是在長溫之下保存 可能超過兩三週 或者是一個月啊 那他就等於加一定的量 那他才不會壞掉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我們日常 都會看到 都會吃到 但我們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然後不知道是這個名稱 因為這個名稱很陌生啊 本甲酸應該很多人都很陌生 聽到之後就很害怕啊 蛤 這東西被驗出本甲酸 蛤好可怕喔 那我吃了那怎麼辦 那我們知道就是 所有東西超亮的還是不好 對超亮的 那像本甲酸 他這種防腐劑 每日攝取可能多少量會對身體有害 多少量的話 其實依據政府的規定 他每一項食品有不同限制的量 像是果醬 或是一般的肉類的食品 他規範 每公斤果醬類的食物 不要加超過一克 那像碳酸飲料 他規範就有不同 再更嚴格一點 就我們會吃進越大量的 他就會越低嘛 因為像果醬 你看他果醬 他是濃縮的東西 他很大量我們不可能吃到 一公斤的果醬 果醬實際一點換算好了 像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乳清的話 如果真的要吃到人體有危害 最少最少 一天要喝10公斤的乳清 你說泡好的嗎 純粉要喝10公斤 純粉不加水 對 光粉 都要10公斤 對 可是靖君 我們又不可能每天只喝乳清 我們一定會吃其他食品 他有加本甲酸 對 那這樣我們一個人 一天到底可以search多少的本甲酸 他其實研究在討論中毒 都討論急性中毒的部分 因為他經過代謝大概一整天 就都會排除了 一個60公斤左右的人 一天要吃60克的本甲酸 才會產生急性中毒 所以他等於公斤比克數1比1這樣子 對 你看喔 果醬 一公斤 一公斤的果醬 一克 要吃60公斤的果醬 我要吃跟體重一樣重的果醬 才會中毒 而且還要馬上吃 一天內吃完 一天內吃完這樣 才有可能急性中毒 不太可能 除非是參加大約網比賽 剛剛都知道有分甲酸的東西 可是這是食藥署規定的嘛 對 這已經是最低的了 已經最嚴格的了 基本上絕對不會讓你中毒 所以就算我76公斤 我吃了76公斤的果醬 我也是有可能 你可能吃到一半就中毒別的 血糖飆到四五百 你就先中醫 你不會中毒 我可能會先昏倒 對 欸那靖遠 你剛說急性中毒 那到底會有什麼症狀 如果我今天真的本甲酸超亮 我直接一杯本甲酸 因為一般來說 這種急性中毒的 比較常見的症狀是 暈眩藕吐或者是脫水啦 但是 因為沒有人這樣子中毒過 啊 實驗也不會拿人來測 所以目前 一直到現在 有過本甲酸中毒的案例 吃到那麼多量的 我自己是沒有看到啦 我也是也沒看過這個新聞 防腐劑中毒什麼 啊如果要說 他是刻意去喝的 什麼自己XXX 遜XXX 那還有可能 那個什麼都可以講啦 幾克 那農藕也可能有這些化合物 那這樣 因為我們剛都在聊急性嘛 那沒有慢性的傷害 假如說好 我每天都攝取10克啊 很多了吧 每天10克的本甲酸 那這樣長期下來 10年20年 會不會有什麼慢性傷害 欸這樣講好了 他這一支防腐劑在做 代謝的實驗 他們都 24小時內就都代謝出去了 所以基本上 沒有研究出慢性的傷害 但是如果說 你每天都吃那麼高量的加工食品 變成你的器官 負擔會比較大而已 反而是其他的代謝的問題 對 你代謝的掉 可是你的器官就是會比較累 那像現在食安問題這麼多啊 層出不窮的 那我們在挑選食品 或是食物上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其實食安問題的部分 身為營養師 看完那麼多新聞 完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實當下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他為了讓這個標題 爽動或者是洗筋有時候會寫得 誇張一點 欸真的 而且我覺得很多恐懼是來自未知的領域 你看 像這一次 健身網紅品牌 MyProtein驗出 防腐劑超標 分甲酸超亮 聽起來很可怕 還銷毀了1380公斤的乳性蛋白粉 哇馬上就會瘋傳了 就說 啊不要喝這個牌子啊 這驗出防腐劑超標啊 分甲酸超亮 像我當下看到這則新聞 欸我可能也會嚇到 那我就點進去仔細讀 那仔細讀發現說 它的添加量 一公斤 0.1克 人體一天之內 都可以代謝掉 那這個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重要的是均衡飲食 不是說一直去避開這些加工物 然後完全都不吃 因為其實這些加工物 對我們外食主來說也很方便 不要長期大量的吃 每天吃泡麵是嗎 對 不要每天吃泡麵 然後每天喝手搖飲 都不吃天然食物 只要你穿插而吃 然後吃均衡的話 這些東西都代謝的掉 然後我們也不會那麼恐慌 那是不是要多運動 也要肯定的 多運動代謝掉可以吃更多 是這樣子嗎 我自己認為是啊 因為這些加工食品吃久 其實對我們的內臟負擔很大 是不是會讓我們比較快老化 對因為你每天要代謝掉 那麼多的鈉含量啊 食品添加物 多喝水多運動 就代謝了掉 肯定是好的嘛 沒錯 那我們今天真的很感謝 進軍營養師來為我們解答 這個粉甲酸防腐劑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想認識 或了解更多營養學相關的方面 可以搜尋你們的IG嗎 對 裡面有很多飲食 知識 知識 對 還有什麼 外食的菜單分享 增肌減脂的朋友都可以參考 增肌減脂也有嘛 對 對 從這次的事件發生之後呢 在和麥克林他們的團隊 溝通的過程中呢 我真的是感受到他們真的非常的希望能符合台灣的法規 並且讓大家吃得健康 真的是非常的感謝大家對麥克林品牌的信任 那未來呢 我也會繼續擔任麥克林的品牌大使 持續的為大家關注麥克林的內部消息 有什麼好的啊 或是不好的 我都會馬上告訴大家 那趁今天這個機會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網路上呢 PTT看到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貼文 然後這個貼文呢 是 買批神農氏途中成績發表 他是有數據庫的哦 還有 最受歡迎的口味前10名 然後第一名是英式奶茶 這個沒有懸念啊 確實很多人是比較喜歡英式奶茶 接受度也比較高 黑糖珍奶跟抹茶拿鐵 幾乎並列第二名 這幾個口味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 最受歡迎口味 那有沒有最差的口味 極度差品的10名口味 我來看一下 跟我喝過的像不像 哈密瓜牛奶 其實哈密瓜牛奶我自己是比較意外 我比較意外他會是在插瓶裡面 覆盆子 巧克力咖啡 丹麥肉桂捲 巧克力橘子 香蕉 哦香蕉 确實有一種 涼涼的喝起來很像甜甜的漱口水的感覺 但我覺得他這個插瓶裡面 都還沒有我喝過最可怕的口味 叫做 大黃卡士達 這口味沒有在裡面 我不知道是因為喝的人太少 還是大家覺得好喝 哦還是已經下架了 這不可能只有我喝到吧 不行嘛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看更多的話 可以去那個PTD看 買P神龍寺圖中成績發表 它裡面很用心做了很多表格 也做得很完整 你該你最喜歡的口味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薄荷巧克力 但是它不在最受歡迎的前四種口味裡面 我是蠻遺憾的 那那個大黃卡士達也沒有在急差口味裡面 我也是蠻遺憾的 欸講真的就是如果有喝過大黃卡士達的朋友 拜託在留言區留個言好不好 我需要一些人我們需要互相淘拍取暖一下 就可能只有我喝過吧 我等一下泡一杯給你喝 在座各位一人一杯 沒有啦其實沒有 嚇嚇你們 會怕 好那如果大家呢 有想知道更多麥克風鏡的第一手消息呢 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的限動或PO文都會PO給大家看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金剛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不吝嗇 Jr. 公開 旁你 在哪兒 在哪兒 其他的 起 小 這 是 祂